他被后世称为千古贤后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女人 有人说他与李世民的姻缘 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 其中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 他竟然也在现场 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深意 经典传奇即将为您讲述 千古贤后长孙皇后传奇 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我是幻知 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APP上同步直播 在历史上出名的皇后有不少 比如说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皇后 你说有史以来第一个皇后谁 汉高祖的旅后 因为秦朝没设皇后 隋文帝的独孤皇后 都在史书上留下了不少的传奇 然而能够被后世称为千古贤后的 却只有一人 这便是唐太宗的长孙皇后 而有关长孙皇后的故事 咱们从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毛病说起 众所周知李世民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代雄主 他不仅帮助父亲李渊开创了李唐王朝 还历经图治开启真观之志 可他有个什么毛病呢 风流成性 特别喜欢长相漂亮的女子 据两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 李世民有个贵妃 名字叫维归 这个名字叫维归 她长得就很维归 太漂亮了 此人不仅是个寡妇 而且还是个罪妇 有罪在身 维归早年嫁给了隋朝的户部尚书 李子雄的儿子李民两个人生有一个女儿 后来李子雄参与杨玄感造反 满门被诛 只有违规 因为父亲是薰贵 所以才被赦免了死罪 可是没想到这个违规寡居八年之后 一次意外被李世民看见了 惊为天人 这长得太违规了 于是立马就成为了李世民的女人 再比如李世民的德妃 殷氏 姓了阴阳的阴 说起来和违规相比 阴氏的来历 那更加让人震撼 很震惊啊 为什么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当年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随 不久之后 他年仅14岁的儿子李志云就给杀了 并且李家五代的祖宗 也被人刨坟曝谷 谁干的呢 隋朝的票继将军 殷氏师干的 唐军攻入长安城之后 将殷氏满门抄斩 当时李世民看到 殷氏师的女儿殷氏 完了 什么不共戴天之仇啊 那都是浮云 这个女人我要了 为什么 漂亮 这就是一代雄主李世民的另外一面 只要女人漂亮 她不问出身 不问身份 不管有没有罪 有没有仇 我都要 那么问题来了 通常如此喜欢漂亮女人的人 不会是感情专一的人 对吧 然而在李世民的心中 长孙皇后的地位却稳如磐石 说两件事 第一件是唐贞官十年 即公元六三六年 长孙皇后因病薨事 享年三十六岁 史料记载 长孙皇后去世之后 很长一段时间 李世民 唐太宗 都没有能够从悲痛当中走出来 以至于后来 她让人干了一件 别人觉得不可理喻的事 她命人在皇宫里边 专门修筑了一座高台 以便于她能够随时登高 眺望昭陵 追思亡妻 第二件事情 就是对待长子李承前 大家都知道 李承前八岁时就被立为太子 可是后来李承前干了一件傻事 因为唐太宗好像很喜欢四字李太 李承前担心自己地位不保 于是就密谋造反 按照唐律 但凡涉及谋反 不论你什么身份都要诛杀 在李世民的儿子当中 齐王李又就是个例子 可是对于李承前 唐太宗最后挽开一面 没有杀掉李承前 为什么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李承前 是长孙皇后当年最喜欢的儿子 由此可见 不管李世民有多么的爱好美色 在他的心中 长孙皇后永远无人可以替代 那么长孙皇后的地位 为什么会如此特殊 他又到底凭什么被后世尊为千古贤后呢 具体咱们从长孙皇后的身世说起 隋朝的时候有一个将军名叫长孙盛 正是长孙皇后的父亲 不过长孙皇后虽然说他出身勋贵 童年却是很不幸的 怎么呢 随大业五年 长孙盛因病去世 结果当时年仅八岁的长孙皇后 当时应该叫长孙小姐 便和母亲哥哥一到被长孙盛的嫡长子 给赶出了家门 只好投奔舅舅 过上了几年那样的寄人篱下的日子 注意了 长孙小姐早年的这段经历 虽然让人觉得很感慨 可是她和李世民的姻缘 却是在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里咱们又得先说另外个女人 就这位长孙小姐的未来的婆婆 唐高祖李渊的妻子 太母皇后窦士 她也是出唐时期的一位传奇皇后 窦士初见长孙小姐 那也是非常之喜欢的 于是相差四岁的长孙小姐 与李世民就此定交娃娃亲 明白了这其中的曲折 您说李世民和长孙皇后这段姻缘 算不算是早有天意注定啊 到长孙小姐十三岁那年依照婚约 就嫁给了李世民嫁过去了 而实话说 对于这桩婚事 当时很多人并不看好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纷争的年代 男女婚姻往往成为家族势力联系的纽带 李世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啊 他更需要通过婚姻来增强支持自己的力量 然而对于这一切 长孙氏显然是帮不上丈夫的忙的 那么长孙氏是不是就此就受到了冷遇呢 事实上李世民并没有因为妻子 没有娘家的势力可以依靠 而搏待过他 相反 事实上留下了各种 李世民很在乎长孙氏意见的痕迹 这一点很微妙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认为 这可能与长孙氏的哥哥长孙无忌 从小和李世民交好有关 也有人说呢 这可能跟早年自打长孙氏 与李世民订婚之后 这对小夫妻就已经开始 余艳往来诗书唱和有关 但是更多人认为 真正让李世民对妻子由衷喜爱尊重 甚至是言听计从的 还是因为长孙氏意乎寻常的 贤德与才能啊 那么长孙氏的贤德和才能 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咱们下结束 自打嫁给李世民 长孙氏与丈夫究竟经历了 哪些波折 面对太子与权贵的打压 他有过哪些不为人知的举动 而当丈夫登上地位 长孙皇后又如何 匡正丈夫的过失呢 经典团奇正在为您讲述 上节说到 没有娘家力量支持的长孙氏 婚后不仅没有遭遇到 丈夫的冷遇 相反 李世民对他一直是疼爱有加 敬重备至 究其原因 就因为长孙氏的贤德 以及才能 无人可比 回到当年 长孙氏自打嫁给李世民之后 小夫妻俩 实际上并没有过上多少甜蜜的日子 首先 婚后没多久 长孙氏的婆婆斗士 因病辞世 紧接着便是随朝末年的动荡 天下群雄并起 战乱贫人 前头说了 李世民素来野心不小 他不仅渴望着建功立业 甚至比别人更具冒险精神 历史上不就有一种说法吗 说李渊之所以起兵 其实是李世民窜着的 而自打起兵之后 李世民一直在前线征战 那些日子里边 才十几岁的长孙氏 要为丈夫担惊受怕 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但事实上 当李唐军队攻下长安建立政权之后 李世民面临的凶险 比起兵之初来的更甚更烈 大家知道 李唐政权建立之后 李渊便很快策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 四子李渊即为齐王 然而在军功之上 李世民功劳最大 包括刘武周 王世冲 窦建德 这些当时实力最强的对手 一个一个的都败在了李世民的手下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面对李世民的 卓绝功勋唐高祖李渊 在喜出望外之鱼 也有苦恼 他已经拿不出什么 来奖励这个儿子了 他只能创造出一个天策上将 这种超出王宫之上的名号 以及滚冕之福 九步之月等等 帝王级别的仪仗待遇 来肯定秦王李世民的攻击 但是这一切对于太子李建成来说 无疑非常之扎眼 感觉到受到极大的威胁 俗话说的好 一山不容二胡 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激烈争夺 那已经注定了 而就当时的局面来说 李建成显然更为有力 作为嫡长子 太子 协助李渊治国理政的李建成 一直留在长安 他利用这个身份之变 把长安城内的达官贵族 乃至李渊的后宫诸妃 都轻松笼络下来 他们一致的目标 就是共同打压李世民 这个党在他们未来富贵之路上 那么当时李世民是什么个情况呢 他大多数时候都在外征战 根本就没机会为自己 笼诺什么权贵 不仅如此 史料记载 因为看不惯李渊的宠妃张氏隐氏 他把这两个人给得罪了 所以风光无限的背后 当时李世民已经成为了众矢之地 怎么办 史料记载 当时身为秦王妃的长孙氏 一直竭尽心力地干一件事情 那就是孝顺高祖李渊 恭敬后宫的诸位嫔妃 以表达秦王府对他们的忠诚 而他的这种孝顺做到什么地步呢 据说有一回 长孙氏与李渊的宠妃张氏正聊着天 张氏突然内急要如厕 按说妃子如厕 本有宫女陪同 可您知道长孙氏怎么做的吗 他立马起身亲自陪张氏如厕 叫陪侍 要服侍他 不用说身为秦王妃的长孙氏 竟然低眉顺眼 到了这个地步 目的只有一个在迷缝丈夫 在家族方面的 方方面面的关系的裂缝 而您要知道 这些个看似不大紧要的举动 可是谁又能说 当李渊想要打压李世民的时候 看着恭顺的儿媳 会不会有些犹豫呢 这就足够了呀 再说第二点 长孙氏的气度 前头说了 对于普罗大中来说 李世民是乱世当中的一个英雄人物 但是作为男人 李世民又有着风流的一面 不仅把寡妇违规 仇人之女殷氏纳入府中 甚至连隋阳帝阳广的女儿 弟弟李源吉的老婆 他也不放过 这又带来一个问题呀 那就是跟长孙氏分享丈夫的女人越来越多呀 按说对于丈夫如此荒诞的行径 她是完全可以表达不满的 但是长孙氏是没有那么做 无论她内心有多少百转千回 银牙咬碎 她最终全都选择了接纳 这就是皇后的气度 封建帝王的皇后的气度 当然就当时秦王府的情形来看 这还不是关键 关键是李世民纳入府中的这些个女人 身份家世背景相当复杂 各种势力盘根错节 这就随时可能给秦王府带来各种隐患 可是咱们去看史料 身为秦王之时 李世民处境相当凶险 太子李建成秦王李元吉 一直算计着他 可是诺大的秦王府呢 确实波澜不惊 平安无事 即便是李世民在外征战 秦王府也从来未曾出过乱走 为什么能够这样 很显然 如果没有长孙氏 过硬的才能和手段 这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 只不过长孙氏到底有哪些手段 由于关乎皇家隐私 史书没有记载而已 当然有些事情还是有迹可循的 比如说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就由长孙氏参与其重的摄影 在旧堂书房玄龄传当中 有这么一段话 即九年之际 激临试破 身被斥竹 确于莫谋 犹服道士之意 与文德皇后同心饮住 其余臣洁自物所付 文德皇后正是长孙氏死后的嗜好 这句话已经非常明显地告诉我们了 长孙氏当年他是参与了玄武门之变案的 还有在唐书后飞列传当中 还有这么一句话 太宗在玄武门 方引将士入宫受假 后亲未免之 左右莫不感激 这更加清楚地表明 长孙氏不仅参与了谋划 政变发生之时 他甚至还跟随在丈夫身边 由此可见 在李世民心中 长孙氏可不只是一个妻子 更是他的参谋 他的知己 甚至是战友啊 当然 还有人从这段记载当中 解读出了另外一层深意 那就是玄武门之变 一旦失败 李世民会即刻带着长孙氏逃亡 或者共同赴死 这也足以说明 长孙氏在李世民心中 分量绝非他人可比 而长孙氏对于李世民的感情 也是这样 说一件事情 有一年唐台宗李世民得了病 好几年都没有痊愈 千言数年 长孙皇后非常着急 亲自侍奉 昼夜不离 而在李世民病得最重的那段时间 长孙是干脆把毒药放在衣服里 他对李世民说 皇上若有不会 亦不独生 意思就是说 皇上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随您而去 当然了 在很多人看来 这些也许只是长孙皇后 与李世民之间的抗力轻深 但事实上 长孙皇后对于李世民 并不只是一味的服从 再说一件事情 唐朝著名的建成魏征 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此人以耿直出名 当年真没少管皇帝的闲事 耳熟管就管了吧 还不止一次 他当着众人的面 让唐太宗下不来台 虽说在历史上 唐太宗以肯纳建而出名 但是不管怎么说 身为皇帝 那也是很要面子的 说有一回 因为在朝堂之上 魏征实在没有给他脸面 退朝之后 李世民咬牙切齿 恨恨地骂魏征 这个香巴佬 舔舍翁 说迟早我要杀掉这个香巴佬 当然了 李世民当时 是不是真动了杀掉魏征的念头 我们无从得知 但是长孙皇后的一个举动 确实庇护了魏征 他怎么做的 他听到李世民放这个狠话 他什么都没说 转回身回到宫中 郑重其事地穿上了朝服 最隆重的礼服 以大唐皇后的身份 向太宗皇帝跪拜 行礼 说恭喜皇帝 您得到了一位耿直的大臣 这是国家朝廷之福 您注意 他并没有以妻子的身份 简单的劝说丈夫 而是以皇后的身份 国家叙事的角度 来说这个话 一下子就把唐太宗给点醒了 此外长孙皇后的政治眼光 也绝非其他非评可比 众所周知 李世民登基之后 便任命长孙无忌 也就是长孙皇后的哥哥 担任载府之职 可是长孙皇后不仅不高兴 相反他还劝说太宗 取消对我哥哥的任命吧 前都说了 李世民与长孙无忌 自小感情要好 更何况李世民能坐上皇位 长孙无忌功不可没 所以对于妻子的劝说 他第一不太理解 第二不以为然 你这么自信的男人 怎么会听呢 是不是 那怎么办 眼见丈夫不听劝 长孙皇后转头就去劝说哥哥 哥哥你啊 辞官不 辞去官职 长孙无忌肯吗 你干什么 是吧 当然不肯了 好不容易我现在未及人臣 是吧 谁愿意在自己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还激流勇退呢 然而没过多久 出了一件事 让长孙无忌 吓出一身冷汗 有人上书皇帝 说他这个国舅爷 权势太盛 恐有不鬼 当然事实证明 这仅仅是一些人 因为妒忌而制造的谣言 但是事情发生之前 长孙皇后就能够准确预判到 朝堂的风向 其政治才能 不得不让人理尽三分 那么咱们回头再来看 李世民四处征战之时 他是后宅的定海神针 李世民遭到公劫之时 他是丈夫与家族权贵间的润滑记 丈夫谋举大事的时候 他是丈夫身边的参谋 忠实的追随者 而丈夫得意忘形之际 他又能够冷静地 框正丈夫的不足 这样的皇后 这样的女子 又怎能不成为后人眼中的 千古贤后呢 史料记在长孙皇后去世之前 太宗的女人们 先后为她孕育了 二十一女十三男 可是 长孙皇后去世之后 李世民未在立后 后宫孕育的孩子 也就只有一个 因为大唐皇宫里 所有活着的女人 都敌不过李世民心中的 无价之宝 而这个无价之宝 正是千古贤后 长孙世 今天故事就说到这儿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下来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